杀了天地杀了他 胡遂表面看上去柔柔弱弱很不起眼 其实是个很有故事的女子 也是个绅士可怜的冬秋后人 当年目睹了四界屠杀冬秋的惨状 从此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复活族人为族人复仇 成为了他唯一活下去的心念 万年的绸缪终于来到天界 终于知道了聚灵灯的所在 他想带走神灯复活族人 可胡遂灵力低微无法靠近神灯 此时挫驾到天界的夜谭出现 胡遂身上的地脉子灵的残肢 认出了夜谭是花灵转世 这是胡遂万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找到了自己的同族人 从此一直跟在夜谭身边 夜谭不是青葵公主的事情曝光后 神君带着他到寿介安家 胡遂也跟着公主一起去了 胡遂心里公主就是他的家人 本想着不告诉公主也好 免得真相太残酷令人痛苦 王后派来的人要杀了夜谭 胡遂迫不得已激发了夜谭青葵体内的灵力 姐妹俩是双生花转世的事情曝光 一起过上了逃亡的日子 最终掉进了天地的圈套 姐姐惨死夜谭飞话 正式开启了复仇之路 收服陈渊攻打天界 胡遂终于等到可以报仇的这一天 逼天地交出巨灵神灯 没想到神灯内族人的灵魄 早已被天地全部毁了 心灰意冷的胡遂让夜谭杀了天地 夜谭终究是不忍心直毁了他的修为 精神崩溃的胡遂刻意疯磨了 等了夜谭一刀开启虚 他要让整个四界为冬秋人陪葬 可以理解这个小丫头的灭族之刻 但是他做事情确实太疯狂 最后倒霉的只会是夜谭 因为他用自己的身体去填了归须 神君本在万年 苦苦守候老不负 一起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七见